本期委托人来自辽宁沈阳的郑女士 她说不久前她在某视频直播平台上 关注了一位带货主播 主播展示其凄惨的经历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大家在同情心的作用下 购买了很多她带货的商品 郑女士在短短的三个月就花费了一万多元 但好景不长 一位知情人士爆料了网红主播的人设 疑似造假 郑女士和其他的网友也逐渐的发现 他们所购买的商品来入不明 一段短片了解一下当事人 这些人所议论的光哥 正是某视频平台上的一位带货主播 棋子病重 幼儿早产导致他负债累累 前后达一千余万 好不容易医好的妻子又选择离开了他 如此惨淡凄凉的身世令人唏嘘不已 引发了不少网络观众的关注与同情 郑民就是其中一位 尽管身世可怜 这位主播却表示不需要粉丝的救助 如果真想帮他在他的直播间买货就可以了 就这样以众多中老年女士为主的粉丝们 纷纷纷开始在其直播间下单 不到三个月 证明自己就花费了一万零九百零五元 令主播光哥赚得盆满钵满 可就在今年六月二十四号 一位自称光哥好友的知情人士突然爆料 光哥的悲惨人设 其实是假的 货物更是三无产品 得知内情之后 粉丝们随即来到直播间进行质问 我说侯友光 我说你不应该这样做 我为你哭了多少场 我为你加油了多少次 你怎么能这样骗我呢 有没有人看 我装的话有没有人看 我演有没有人看 你们演个死的 言语攻击尚在其次 粉丝们很快就发现 她在直播间购买了许多商品 问题不小 我想一个姐妹买的 她买的这个说是彩金的 一回没带 现在这地方已经就是掉色了 郑女士与众多光哥的粉丝 如今终于恍然大悟 她们走到台前 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 今天委托人郑敏也来到了 我们节目录制现场 如果她能承诺所言属实 我们三位金台律师将竭力 为其提供服务 在节目的最后 她也将选取其中的一位金台律师 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委托人郑敏 请你承诺 你接下来所陈述的皆为事实 并且你为你所陈述的事实 承担法律责任 我保证本场均为真实表述 我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郑女士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你好主持人 你还能记起来你第一次关注到光哥是什么内容 我是第一次在今年的二月份刚过完春节 我当时看我专手术没事在家休假 我当时无意见的看到他就是胡子拉擦的 然后那个带两个孩子 就很惨的我就关注他了 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您其实是一个癌患者 我本人是一个直肠癌改道患者 因为我防的一百多症 我动也动不了 因为我还是空袍老爷 我就看电视也费劲 我就不爱看 我就拿着手机 我能就是翻一翻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我就看这个手机 无意当中看到的 我能理解为你是在病床上看到了一个处境比你还难的人 对 然后你同性相连 我就用我的余力去帮一帮 余力帮一帮这两个孩子 我真的就是帮那两个孩子 你看这个男人也挺不容易的 带两个孩子 然后我就关注吧 那边没买 没买东西 我就看他关注关注吧 他媳妇突然间好了 好了就是能走了 你为他感到庆幸了吗 我当时吧我就特别高兴 我说不管怎么说 孩子也养的挺好 老婆呢也能站起来了 哎呀我还挺高兴的 我这个男人 真的是老百姓讲话点的挺正 就这一句话 然后呢 他媳妇跟你跑了 就跑了离家出走了 就像歌唱的 妈妈去哪里了 没了就人 说跟一个男的跑了 然后这一 这个男的呢就是单身爸爸了 一个单身男人 带两个孩子 因为我本身吧 我就是单亲妈妈 我单亲妈妈 我就知道 单亲妈妈的苦处 这何况一个老爷们 带俩孩子呢 你觉得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旧妻旧子 又变成了一个 又当爹又当妈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就特别恨他 这个媳妇 我怎么这样呀 你救了一只狼吗 你说就给你花这么多钱 一百八十万三百万 给你救活了 然后你就跟别的男的跑了 我可恨他了 你下单的第一笔是什么 我记忆当中好像是啊 一个蒸锅 完了那个蒸锅 卖一百五十块钱 实际上我家用不上的 我就下单 我第一次下单 教怎么下单 因为这个年龄段嘛 我们这年龄段 我是年轻的 都是在六十岁到八十岁之间的老年人 几乎都是老太太 然后呢 我就跟他 他教怎么怎么操作 然后我就跟底下学 然后我就学会了 学会了呢 我第一单就买了一个蒸锅 你觉得按照你以往的购物习惯 跟你在商场购物来讲 这个蒸锅性价比怎么样 这性价比吧 你看着吧 一百五十块钱很便宜的 不过买到家和他直播间 那是不一样的 那个锅就说他掉那个黑漆 就掉那个黑漆那个东西 如果要按照你刚才说的 这一个蒸锅一百五十块钱 那你所花的这个费用 其实都是这样 一小点一小点一小点 一小点一小点累积起来 我买的是两百多单 你从来没有质疑过他 没有 我也没有怀疑过他 也没有质疑过他 因为啥呢 他就是说无休止的 在直播间下跪 无休止的吵架 发断的吵架 他媳妇到直播间大闹 真的我那边就特别 特别特别的愤怒 他媳妇这个人 所以呢 他这边一说 就跟媳妇一打仗了 一吵架了 然后一说 我们这边就买 就就恨他 你这个你卖不出几单 哎你不说卖不出去吗 我就买 就这种购物观念了 每天陪着光哥 在网上喜怒哀乐 看直播购物 成了郑女婿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直到有一天 一位自称光哥朋友的人爆料 一切都是假的 光哥一点也不穷 然后我就上他直播间了 我到他直播间呢 我就打个字 我说小光你怎么这么骗我们呢 然后他就 说了很不好听的话 真的很不好听 恶语相言 恶语相骂 当时呢就给我踢出直播间了 原来你是觉得一个大老爷们生活处境如此困难 他是一个弱势群体 哎 今天你觉得你被 他的 演技所利用了 他直播间自己就传言了 我演戏了 你不愿意看吗 我卖惨了 你不愿意买吗 我要你买了 我要你下胆了 我上兜里掏钱去了 他那个嘴脸 就和那以前那个嘴脸不一样了 我装的话有没有人看 我演有没有人看 你们演个试试来 当时给我气的 我两个手机 主持人不瞒你说哈 我给手机扒架摔出一个 就给我气的 我说我这么聪明的眼 我怎么样你洗脑了呢 那你怎么让人就洗脑了呢 我就是可怜 母爱泛滥了 男人膝下有黄金啊 能够说贵就贵 没有困的能吗 再一个他没有 他能拿自己的老婆孩子去炒作吗 所以我当时就入戏 就因为这个入的戏 你今天是对你自己付出的那份爱 割舍不下 还是说对你付出的金钱 割舍不下 还是说你在他的直播间 受的这个辱骂的气 咽不下去 我第一 我今天割不下 我第二 我愤怒 我的感情 错付了 我为了这两个孩子 帮助他 然后你转过身骂我 我为了这句话 为了他骂我 我必须维权走 所以我气愤不已 我就为了出这口气 我让他 侯小光的 最起码的来说 你得给我道歉 我们有个老太太知道 啥样 比我还惨 你别看我这么惨 比我买多的也很多 再一个老太太在疗养 她本身也是癌症患者 她是肺癌患者 孩子还是残疾孩子 她就跟街上卖点 就是卖点小菜啥的 卖点百摊货 挣点钱 她就用透支卡 去买她的东西 我在曲里听了以后 真的 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为了侯小光 我哭了多少场 我晚上都不睡觉 关注她看她 然后她在直播间晕倒了 我一宿都没睡觉 真的 我为她掉老了眼泪了 我们那个姐妹疗养的姐妹 哭得呜呜的 她自己本身 癌症患者吃靶相药的 一天两天要 她都改为一片要 去拿这个钱支助她 后来转过身骂 爱骂的是我们 我们上哪儿说理 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 希望吧 希望就是说 她能这么做 公开给这些妈妈们 赔礼道歉 假一赔三你赔上 三无产品 远路返回 就是跟哪个购物卡 购物的你给她远路返回 然后直播间公演 公开给我们道歉 接受 法律制裁 那针对你的诉求 你带来的证据是什么 我带来的证据 就是侯小光 他妻子名下 买的房子 在三亚免税地 在三亚买的房子 我总数花了 是一千一百多万 他买个非常豪华的别墅 都有你贡献的一份呢 这就是我们妈妈团 贡献的 也有我的一份 我带来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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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